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黄。 我的心中有很多的寒凉、恐惧和恨,所以我是非常紧张和严肃的一个人,我在待人接物上有时候也比较虚伪,我会假笑。 但是呢,这个课程的改变是润物细无声的那样一种情形,它会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开心,我会觉察到生活中非常小的事情,然后觉得真有趣,或者是对一些看不惯的人事物,我觉得他们其实也蛮可爱的。 然后另外一方面,我的喜悦让我周围的朋友和家人变得也轻松了起来,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的放松,越来越快乐,然后这几乎变成了一种螺旋式的一种正向循环,它带给我更多的善姻缘,善知识,甚至帮助我在财富上突破了一些卡点。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人要有好的一个成绩,或者是说你做生意赚到一笔钱,或者是工资涨了你才应该开心,但是我现在真是觉得你要先变得开心,这些事情才会跟过来,这些事情才会贴着你走,你甩都甩不掉。 所以说,无论如何变得开心起来吧,这些事情,这些幸福都会来到你的身边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帮助到了我,第一点呢,就是我去宵夜里做圆满,比如说做一些大师的莲花族供奉。 然后第二点呢,就是我抄经文,然后唱颂和听马哈瓦基啊,随时随地的听。 然后第三个呢,就是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流食。 我做流食,其实突破我人生一个非常大的卡点。 小时候我的母亲为了我的身体健康,是连一个西瓜泡泡糖都不让我吃的,所以我对食物是有很大的欲望,还有捆绑。 我就是怎么吃,我都填不满我这个欲望。 但是经过流食初期的一些恐惧的一些经历,我发现其实我把这个恐惧放下了一部分,因为你吃什么真的不重要。 反而在这个流食过程中,我的精神变得非常的充沛,然后我的睡眠由八个小时降到了四到五个小时,而且是非常健康的降低了。 因为我在平常做事啊,这个过程中意识是非常的清醒,注意力也非常的集中的,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做流食。 第二个对我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一个转变就是,我学会了跟着事情走,然后不去乱做动作。 我之前会由于自己的一些恐惧啊,会提前的做一些事情,我以为这样会对我自己好,会帮助事情有一定的结果。 但实际上往往会把事情搞砸,或者把事情搞得复杂。 但是呢,现在我就会跟着事情的它的一个潮流去走,让这个宇宙的规律和事情发生的规律和它的提示带着你前行,会非常的轻松顺流。 另外一个呢,就是不乱做动作,就是不去报复。 我曾经是一个经常在脑子里面有剧情的人,我会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要是怼他一句那样,就怎么怎么样了。 但是事实上现在我越来越不愿意这样去做,我会觉得事情毕竟有因果, 这些事情应该交给宇宙,交给这些规律来处理。 反而这些事情的发生是,其实都是在帮助我的,所以心里面多了很多的和平,然后少了很多的不圆满。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